乌俄战争在2月24号建满两周年 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还有加拿大 意大利跟比利时三国领袖 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展现了力挺乌克兰的决心 加拿大跟意大利也跟乌克兰签署了安全协议 继续要提供乌克兰军援 我们为了这 我们的生命是730天 乌俄战争戒满两周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24号来到首都基辅近郊的 安托诺夫机场发表演说 宣称乌克兰终将击败俄罗斯 战争结束也必须依照乌克兰开出的条件 乌军开战之初曾在安托诺夫机场 拿下得来不义的胜利 可以说是意义非凡 我们来说你 欧盟智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以及加拿大、意大利跟比利时三国领袖 齐聚一堂 展现立体乌克兰决心 各国领袖在机场观看纪录片 并在基辅向阵亡将士的遗照献上花束 加拿大跟意大利也在当天 跟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 我们需要很多更多兵器 我们需要很多更多军事 我们需要很多更多军事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也在同一天造访乌克兰南部大城奥德萨 德国国会日前才批准对乌克兰的军援 但当中并未包含射程500公里的金牛座巡弋飞弹 另外根据英国乌克兰的联合调查报告 俄罗斯进口的消化纤维素 约有两成来自台湾 仅次于中国 消化纤维素是无烟火药的关键成分 日经亚洲也报道 台湾企业制造的马盘 通过白俄等国出口到俄罗斯 马盘对战车来说不可或缺 详细情还有待厘清 林佑任编译